与晖同行官宣了即1月31号晚上8点 刘德华和宁浩导演的洪坦先生剧组 要来与晖同行直播间做访谈之后 在2月2号也就是两天之后 张艺谋导演的春节党电影作品第20条 也会来到与晖同行直播间做访谈 那董与晖会接连用两场重要的访谈 当然在2月5号或者6号 韩寒导演的《非吃人生2》剧组也会来 那现在据传是张艺谋导演带着雷家印来 那具体谁来我不知道 我之前说我希望是赵丽颖和高业来 因为可以帮董与晖锻炼锻炼 跟漂亮小姐姐怎么打交道 以备不时之需 万一以后刘雨菲要来了 他别在那憋个大红脸 不好意思说话 那当然是我个人的一厢情愿 到时候具体谁来等官宣 那今天还有个重大的消息 就是春节党的强制拍片被取消了 那就是各评本事拍片了 今天早上9点 春节党的所有电影就会放开预售 那如果想支持董与晖 想支持来董与晖直播间宣传的 这几部电影的朋友们 不管你是刘德华的粉丝 张艺谋的粉丝 韩寒导演的粉丝都好 其实说什么都不如去买票 因为既然不用强制拍片 那就是预售谁售的多 初一谁拍片拍的多 初一谁上座率高 初二谁拍片就拍的多 所以什么都不如买票实惠 那今晚8点 记得在与晖同行直播间 去抢红坦先生的电影票 2月2号晚上 记得在与晖同行的直播间 去抢第20条的电影票 等到飞驰人生2来的时候 记得去抢飞驰人生2的电影票 预售很重要